本视频属于边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31集 魏无线的晋身侍卫十分诧异 但还是执行命令去了 魏无线看着蓝望鸡笑道 可满意 蓝望鸡却有点不适 为他报仇了 相信他泉下有知会高兴的 但我最想说的是要给他安葬 所以能不能不要限制我们的自由 魏无线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看着蓝望鸡 好像在等他说什么似的 他知道蓝望鸡已经知道川王过世的消息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或者说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了 蓝望鸡也明白他的意思 我同意你的提议了 只是我也有要求 魏无线做了个请的姿势 蓝望鸡吸了口气 第一我要改名字 蓝望鸡只能永远是川王军 魏无线点头 可以 蓝望鸡接着说 第二 永远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和我的亲人 看魏无线点头后 蓝望鸡接着说 第三 我可以不要什么名分 但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当然我也不会跑 魏无线眉头一皱但还是点头了 蓝望鸡松了一口气 最后就是我希望墨西的事太子殿下可以放在心上 即使你已经有对策了 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多顾及一下墨西将士们的生命 另外我想要放了祭灵 他与你也没什么用 放他回墨西或是其他的都随你 魏无线看蓝望鸡说完了 也开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 改名字的是好说 就改回你自己原本的身份 正好符合做我的黄正军 第二个 只要你在 我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亲人 包括你的孩子 第三个 我娶你是做黄正军的 当然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最后就是我知道你关心墨西军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在我身边 这些事我可以交给你来处理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我骗你了 对于魏无线说的条件蓝望鸡 觉得自己应该做得到 只是父王和爹爹那里不好交代了 魏无线看蓝望鸡默认了又说道 等你生完孩子就进宫 孩子就交给马摘星抚养 另外我会颁一道旨意 坐实他的侧妃身份 到时候养孩子也方便些 蓝望鸡摸着肚子不舍地说 孩子不能给我自己养吗 那是不可能的 等他长大你怎么解释你的身份 而且他可以继承窗王的王位 在你身边的话就只是一个血统不纯的假皇子了 你希望你的孩子过这种生活吗 魏无线道不是不想养别人的孩子 只是他觉得为蓝望鸡考虑的话 还是他们表面没关系最好 蓝望鸡也觉得魏无线说的有点道理 重点是他也不想急冲的孩子认别人为父亲 而他自己本身就在泥潭里 何必要拉着儿子一起呢 我可以把孩子留在川王府 也可以不见他 但我得时时知道他的状况 蓝望鸡还是有些不放心 怕孩子被马摘星养歪了 这个可以 你就算见他也没关系 日后你也可以经常传马摘星来宫里拜见你 孩子的事只要不相认都随你 魏无线很好说话道 蓝望鸡无奈地说道 我怎么会和他相认呢 从我答应你的提议那一刻起 我就没那个资格了 魏无线看蓝望鸡有点生无可恋的样子 劝魏道 你可以多想想你交换了多少条件 再说了 我又不是坏人 只是完成自己的夙愿罢了 我以后也不会亏待你的 蓝望鸡不想和他说这些 从他做了这个决定后 他就不是他自己了 以后他在这世上就是戴着面具活着的别人了 魏无线走后 蓝望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好痛快地哭了一回 以后他就没有资格为吉冲哭了 这一回算是为了祭奠他和吉冲两人吧 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件事和私追他们都说清楚了 虽然他们都有些震惊 但还是理解了蓝望鸡的做法 蓝望鸡想着要是碧羽还在的话 肯定会第一个诅咒未无限的 蓝望鸡让人好好安葬了碧羽 然后就在府里安心等着生孩子 墨染和谢允回皇城的时候已经知道蓝望鸡的处境了 还是蓝启仁派人送信给他说的 只是两人都不清楚具体的内情 这不一回来就叫蓝望鸡去陈王府了 蓝望鸡还有半个月就要临盆了 人却瘦了一大圈 可把墨染和谢允心疼坏了 蓝望鸡一看到父王和爹爹就眼含泪光 抱着爹爹哭诉道 冲哥哥没了 见蓝望鸡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们也都没再说什么了 只顾得上安慰他了 蓝望鸡发泄了一下情绪 就开始和他们说魏无限的事了 并且把自己已经答应的事也说了 墨染和谢允自然是气不可言 但为了蓝望鸡着想 还是硬生生忍下了 魏无限说我的新身份入北唐家的家谱 所以我来和父王商量一下这件事 蓝望鸡看墨染生气小心翼翼地说道 说什么话呢 你本来就是我的孩子 入北唐家的家谱也是正常的 我只是生气为无限他怎么敢这样做 他以为这样就没人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吗 墨染压着气说道 父王 改名字这件事是我提的要求 因为我不想冲哥哥去世了 还要受人嘲笑 而且这样一来蓝望鸡也永远只是川王军 蓝望鸡解释道 墨染和谢允也明白蓝望鸡的那点小心思 只是半君如半虎 更何况蓝望鸡和魏无限还有些孽缘在前面 饭后谢允拉着蓝望鸡谈心 望鸡 我知道你忘不了急冲 但你得知道 任何男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心里装着别人 更忍耐不了你一直明显地在意他 所以以后你就把他牢牢地放在心里吧 即使你再不喜欢魏无限也不能在他面前提救事 这将是一场灾难 特别是当对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时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蓝望鸡怎会不懂这里面的道理 他知道爹爹是为了自己着想并没有敷衍他 我知道 我会好好在宫里生存下去的 蓝望鸡回川王府后不到半日 王府之前的下人就全部回来了 以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被人抓到什么地方去做事了 蓝望鸡想着这样也好 不至于心里内疚 第二天全皇城都知道川王在墨西取了个侧妃 特意回皇城求皇帝下了旨意 已经住进川王府了 众人唏嘘不已 蓝望鸡也附和着和王府的下人提了下这个事 但并没有办久 反正急冲不在了 就随便吧 马斋星也只是魏无羡一个棋子罢了 他到现在估计都不知道川王已经不在了 蓝望鸡倒是想和他搞好关系 毕竟以后孩子还要交给他养着 只是魏无羡把他们隔离得很彻底 他们根本就很难见到面 蓝望鸡感叹魏无羡为了拿孩子做权柄真是煞费苦心 蓝望鸡因为最近发生太多事 孩子提前生了还差点难缠 寻找到最后 你看到这部门 我还是想把这部门 我还是继续的 你要不要拒绝对